2月7日,大年初三,晨光细微,海拔5380米的喀拉昆仑钢铁哨卡神仙湾边防连驻地滴水成兵,指导员李士福,带领巡逻分队整装待发,准备前往海拔4950米的某点位执行巡逻任务。 这次巡逻任务,原定由李士福带领一班战士执行。可就在嫌疑外,许多战士主动提出巡逻申请,连队党支部研究后,决定从各班抽组表现突出的战士。 A,组建之分,对,当日官兵险往的巡逻点位。地处冰川之上,途中要翻越数个积雪较厚的雪峰,是防区内危险的巡逻线路之一。巡逻车缅兵,破雪前行。 一个半小时后,一处六十多度的陡坡横个眼前,官兵下车开始徒步巡逻,李士福走在队伍前面。 手拿弓兵敲边走边缠,小心翼翼的为战友辟出一条安全路线。随着海拔的上升,队伍中的喘息声越来越重。 官兵的眼眉和微薄,渐渐凝起冰霜。在一处海拔四千八百多米的雪峰前,李士福拿出绳子,给每个人系在腰间。 接着,官兵手脚并用开始攀爬,身体几乎贴到兵面上。突然,上等兵夜洞男脚底一滑,眼看就要跌入身骨。 紧随其后的夏氏罗志浩,眼疾手快,双手托住夜洞男的身体。 走在前面的夏氏王东健壮,也拽住夜洞洞的手臂。 他们齐心协力,避免了一场险情。 一时,便是一次生死考验。 身处和平环境的人们想不到,每一次这样艰难的巡逻,都镇刻着边防军人为国奉献的印记。 2014年冬,向兵等四名官兵,在巡逻途中,遭遇暴风雪。 在雪中,跋涉一天一夜。 回营后高烧不断,被战友紧急送下山抢救。 2017年5月,夏氏郑西民在巡逻时掉进兵窟窿。 被战友拉上来以浑身湿透。 在兵面上走了50多分钟。 官兵们抵达点位。 来不及休整。 他们迅速展开警戒、剪记、观察、记录等工作。 随后,官兵们徐徐展开随身携带的一面五星红旗。 向着首都北京的方向。 握紧右拳迎风而立,报告祖国。 点位安全。 黄宗星、牛德龙、李磊、新华社北京1月6日电, 记者李云、刘吉美、京中央军委批准。 中央军委办公厅日前印发,军队文职人员管理若干规定实行,自2019年1月1日起实行。 加强文职人员管理,是军队正规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也是提高文职人员管理法制水平的内在要求。 根据军队特殊要求和文职人员身份特点, 规定重点对文职人员的宣誓、内部关系、着装仪容、礼节、对外交往等九个方面做出规范。 为了加强文职人员的职业认同感、强化责任感、使命感、荣誉感、借鉴军人宣誓和公务员宣法宣誓做法。 规定明确了新招路聘用的文职人员,应当进行宣誓。 规范了文职人员宣誓的誓词、组织、实施宣誓的时机和有关程序要求。 为了建立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 增强部队向心力明居力战斗力。 规定明确文职人员之间、文职人员与军队其他人员之间。 政治上一律平等。 相互监视同志关系。 依据隶属关系和行政职务,构成上下级或同级关系。 规定明确了文职人员这诚服、礼服、做信服的时机、场合和有关要求。 同时,参照现役军人和公安、检察院、法院、铁路、税务等国家工作人员通行做法。 明确文职人员敬礼,参照军人礼节有关规定执行。 这文职人员服装时,通常行举手礼。 携带武器装备,或者因伤并不变形举手礼时, 可以行住墓礼。 为保持部队正规秩序。 根据文职人员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特点。 规定明确。 文职人员应当遵守用人单位作息制度。 通常不参加早操、休假探亲参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有关规定执行。 同时,为保持转改人员服务待遇,与现役军官有关待遇保持一致。 规定明确。 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期间。 现役干部转改的文职人员休假探亲。 按照现役军官有关规定执行。 此外,规定还按照对列条令的有关要求。 对文职人员参加集体活动、军事训练和执行任务时的对列动作,做出明确规定。 规定对文职人员公开发表言论、与境外人员交往、参加地方活动、以及禁止行为,也提出明确要求。 同时,参照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有关规定和通行做法。 规定明确文职人员可以利用休假探亲时间出境旅游。 明确了出境次数、审批权限、办理程序。 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对文职人员实施讲成的批准权限。 同时规定文职人员思想政治教育、单团组织管理、安全保密、档案管理、战时管理等按照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2019年第六周,全球华人庆祝春节,迎接几亥诸年。 BBC中文,为你盘点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晚,今年想传达的五大信息。 又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新年致辞,重看众非关系。 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月底,将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越南会晤。 商议朝鲜半岛无核化。 牵动半岛的未来。 中国医药旗下上海新兴医药的血脂品,被指受艾滋病病毒感染。 再次敲响中国免疫医药安全警钟。 澳大利亚政府拒绝中国富山黄向墨入籍,撇消其永久居民权。 令外界担心中澳紧张关系再次升温。 一、中国央视2019周年春晚传递出的五大信息。 农历除夕。 中国央视播出了四个小时的年度,春节联欢晚会。 这是2018年3月,中共党政机构改革方案实施。 合并三家中央媒体机关后,首次以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名一播出的春晚。 过去几年,当局会利用春晚对外展示中外关系不断得到加强。 但是今年春晚没有一个独立的外国演出。 今年的晚会中,没有强调猪的形象。 只有一个喜剧小品中,出现了一个小猪配席的钥匙轩。 其他节目完全没有猪年的形象。 2.杜特尔特春节致辞在谈非中关系,企图扭转民间反中情绪。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农历新年致辞中表示。 希望春节会为华人社区和全国带来希望、鼓舞和更多成就。 分析认为,这凸显其一贯亲中作风。 但对于它能否扭转民间反中情绪,就可能不太容易。 3.中国医药子企业血质品事件,艾滋病污染惊魂的来龙去脉。 具备中央及国有企业背景的中国医药,被传出旗下企业,有助涉用血质品受艾滋病,又称艾滋病病毒污染。 但有关消息,被官方自我否定,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要求各地停用中国医药旗下上海新兴医药所生产的一批净助人免疫球蛋白。 理由是其艾滋病抗体HIV抗体,检测呈阳性。 但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之后称,涉事批次药物艾滋病检测呈阴性。 事件再次敲响中国免疫医药安全警钟。 4. 中国商人黄项默澳洲居留权,被取消中奥杰利再升级。 澳大利亚媒体报道,当地政府正式拒绝中国富商黄项默,入籍澳洲的申请,同时撤销他的永久居民权。 黄项默被指与中国共产党统战部有联系。 他多次向澳洲两大政党捐款,被形容是中国干预澳洲的一个核心人物。 外界担心中澳的紧张关系再次升温。 5. 特朗普金正恩第二次会面,为什么选址越南?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发表国情资文时宣布,他将于2月27至28日,在度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 这是继去年6月,两人在新加坡历史性会晤后第二次巨头,为何选址越南? 专家指,奉行共产主义的越南,被视为中立的主当国,并且符合美国和朝鲜的所有要求。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一份内部报告指出,朝鲜涉及在海上非法交易石油产品及煤矿等违禁品,逃避制裁。 而且这些非法活动,有一定规模。